大家好 如是那晚 上個星期因為女王身體微樣 暫時和大家少了一集 不過沒關係 現在女王風彩依然 沒有風彩不依然 不過我們題外話一說 這個浸有病和浸有疾 現在的人是說病 是不是都是病 古代分疾和病 這個樣子一定很熟 就是這個秦始皇 他去到後期 四雅到尾的時候 他就浸有病 大家就發覺 咦 大丹 應該不能擺 因為病 如果我沒有記錯 就是差不多死得很嚴重 而疾就是輕微的 那些頭痛不舒服 是不是那種 病會嚴重一點 對 病會嚴重 疾就是輕微的東西 那我是疾而已 我還擺得下的 放心 因為我 都是覺得我一定要和某個鄰近地區的政權 是要鬥長命的 所以我現在 不要看我桌上喝不健康的東西 我現在就要把生活 充實 我要過一個很健康的生活 包括心靈上 生理上 很重要的 在香港這些 這樣的帳光 真的每天都令你呼嚴重 在一個這麼大壓力的地方 我發覺 我發了一篇文章給你和蕭公子 就說 關於不公義 會引起的痛症 這件事其實挺好笑的 你聽下去覺得很荒謬 但是因不公平而引起的痛症 原來是最近被科學家發覺以為是對的 英國 Glasgow Caledonian University 研究指出 即使痛症本身和不公平的遭遇無關 但你回想起不公平的事 都會增加痛症 所以我相信現在香港 應該有超過七成人是周身空的 我猜 是的 所以最近叫做選舉 我勸大家 就去投票算了 不要看那些所謂論壇 要不然你真是噴血 這樣叫做辯論 這樣叫做論壇 你真是覺得這個社會 發生什麼事 可以用最噁心的方式 來吸引 拿一個山筆出來 吸引到人 那就叫做OK了 今天叫做參選 真是 網兩痴妹 群擾亂舞 是 抹法時代 是嗎 之前我們有兩集 《如是我文》講過佛教 我們今集會講什麼呢 我們今集會講寓言 今集《如是我文》 我們的主題是講寓言 不過在我們還未講寓言之前 我們要補充一點點 因為上一集 講到最後幾分鐘斷了 原因是因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電話不夠 電話不夠 很雨 剛剛是講 某一位 是否認識不起人 吸引了探長 在下不認為 因為在下認為探長是女人都喜歡的 不過那位令到探長 睡覺都想著 流口水的 這位網台女主持 我不開名的 我們不幫人宣傳 他私底下是有承認 和身邊的人承認 他有拜狐仙的 因為狐仙有迷惑的能力 你想回頭 這個也不是無從生有的 是真的 如果怎麼說他真呢 就是我們看看這個 為什麼雙朝會亡國 就知道了 坦記就是 話說是狐仙 是的 這個故事我們之前也說過 不過就不如是我問 是不如是我問 好像是禁室不禁話都說過 其實那時候 因為奏王調戲女窩 是不是 女窩就心裡扑你個街 我是你老祖 你人類是我砌出來的 你居然夠膽 簡單 就像亂倫一樣 你明白嗎 我是你老母 你居然這樣 那女窩當然生氣了 那女窩生氣了 為何你這個仆街 已經做得這麼差 天命所歸 我現在認為你不應該歸你了 我覺得應該是時候改朝換代了 有個周文王 以及他的子孫好像幾好 那我怎樣加速你亡國呢 最主要因為有私怨 因為你得罪了我 這個時候 他就發覺他四大歲秀裡面 哪個最好呢 最適合呢 就派你九尾湖去 鳳凰又不對 麒麟又不對 龍又不對 就你九尾湖 九尾湖就用了一個絕式佳麗 就是那時候的蘇戶的女兒蘇坦記 上她身 令到她有一個擾惑人心 以及非常充滿這個擾味的力量 任何人見到她都為之談到 當然就包括月女無數的宅王 就王就從此 廢了自己的皇后 妃嬪 就迷倒中日和坦記 酒池玉琳 以及激起民怨 有些想起現在的香港 現在的香港 會不會其實龍蝦都是九尾湖的化身 不是吧 龍蝦跟九尾湖相差很遠 你不要理會了 是這個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 不過中國傳統妖精裡面好像沒聽過有龍蝦 是不是新品種妖精 龍蝦精 這次可能就不是九尾湖出巡 由九尾湖出手上身 而可能是龍蝦精上了六八九夫人身 不會吧 出盡這個民怨 接著引發這個港獨議題 不過她就不會用妖媚的東西迷惑 最多就是用拿行李那樣東西來 人家是民怨的 是另一種方式 寶貝 迷惑的東西我們看不到 可能在 不是吧 那種質素迷惑 可能在床治之間 他們是有很迷惑之能事 你猜不到 我不知道 畢竟是生了三個 我不知道 是不是 不過狐狸 在傳統中國裡面 都是狐狸精 狐狸精 以前叫小三做狐狸精 現在好一點 叫小三 也覺得 當然有能力吸引到 男人的那些女性 安過這樣的名字 所以有一集 如是我聞 有人留言在YouTube 說女王你這副狐狸相 學人講佛經 我真的想多謝她 知道嗎 我這個人到中年都還被你稱呼我為狐狸相 我真的很感恩 因為要漂亮 像你說的 又吸引力 能夠迷惑到才能夠被認為狐狸精 多謝你 我不覺得你會迷惑到人 你這樣對我 怎麼搞錯 你這麼多拍檔都是男性 沒有一個被你迷惑到一個人 你身邊好多正經 正耕偽作 太過分了 這個是真的這樣的感覺 看來我真的要去學一學那位網台女主持 拜一拜狐狸才行 居民 這個話題引申多一點 就是拜了狐狸之後 會怎樣呢 眼睛就會哮 眼睛會哮 眼尾這裡哮 眼尾哮上去 沒有說眼線都哮上去 眼水汪汪 好像在那裡笑 你看到我面目真靈的樣子 已經知道我沒有拜狐狸 然後呢 他有眉和眉 女仔拜就得到眉 就是女字邊 眉毛的眉 男仔拜就得到眉力的眉 這個就是他們的講法 即是說說到是男女都對的 我們現在不是advocate 即是不是在娼導 大家去做這件事 只不過是一個分享 一個故事分享 就是這樣 好了 我們今天要講的 這個預言 有什麼預言呢 其實預言 是古今中外 很多都有的 我們講一些歷史 我們又近一點 由中國講 最出名的 當然是唐朝 傳說元天罡 和李淳峰 合寫的推背堂 不過呢 又是有個問題 因為後人 有太多穿鎖 附會的東西 變了很多時候 影響到她的可信性 是否要多說一些推背 和怎麼回事 其實她是有些圖 圖裡面 就會有表現一些異象 她不是直接說會發生什麼事 但會表現一些異象 想人頭落地 直接說 對 裡面每幅圖都有四句尋文 還有後來還說是金聖炭有批文 但估計這些都是後人所穿鎖 有一幅很出名的 就是唐朝有二十一個洋帝 他畫了二十一個梨 在一個盆上托著 但是二十一個梨裡面有景觀 就是其中一個梨 沒有了一個釘 為什麼沒有釘 因為有一個呂王在裡面 是女皇帝 是 你怎麼會猜到呢 是 你現在不可能明示 是的 歷代 那些統治者都不想這本書流傳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這麼絕 民間流傳出來 有太多穿鑿附悔 但我想問一下 傳說中 我相信是夜市 證師不會寫這些東西 是說唐太宗的時候 有一位高人 就跟他說三代之後 這個 會變成女主 對 女主 姓母的女主 這件事 你覺得 你的看法是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他們 中國歷史寫史的文人 有時受孔子思想等等 避了一些怪力亂神的東西 所以 例如 你預計一些什麼 那些經典 巡火之後 那些學者會去研究 但這一群 他們覺得是怪力亂神的 他們就不屑去研究 另外 宮廷裡面那些 有太多秘密的東西 皇帝也不想向外公開這麼多 所以 後來流傳出來的 到底有多少成是真的 多少成是假 真的不知道 不過後來 有些學者 自己再看 他們裡面寫的字 等等 很多都是 到了清朝畫 比較後期的人寫下去 所以 變了 很多版本 根本沒有辦法考定 到底是否真的 原先的版本 所以 變了 有些可惜 中國的歷史是有這個問題 雖然有史觀 但史觀看著皇帝 看著皇帝 看著他 又是那句 你想不想人頭落地 想不想死完弟弟 死大佬 死完再死大大佬 或者其他方向 大大佬到二佬 二佬到小佬 總之就是寫全家 他們的歷史是 之後 那一代來編回之前 後朝寫前朝史 所以他一定是帶有他的歷史眼光 帶有他當時的時代影響 還有他作為繼承者 對前朝的評價 都寫下去 所以往往都很失真 但當然不是西方歷史沒有這個問題 西方歷史包括軍事坦丁 其實現在被考古出來都發覺 大哥 那些東西完全錯了 不是那回事 法國包括 他為何會說自己見到十字架 見到耶穌報夢給他 那些什麼 這些全部都是有 因為當時那個勢力懸殊 也太重要 而對方原來大部分都是 就是信奉這個野教 那他有這個政治的野心 政治的陰謀 軍事的目的在這裏 就是大家的主內兄弟 你不要抽我 後來有人考古出來 我們找一集可以仔細去講軍事坦丁也好 或者講其他這些相關的耶教裏面的 不可告人的秘密 這些大量都講的 多得不肯 但今集我們會講幾個不同的語言 一個就是剛才所講的推背圖 還有燒餅哥 也補充一點點 他的燒餅哥傳說是劉伯溫 即是明朝開國其中一個公臣劉伯溫 他的情況都是有點像這個推背圖 因為後人有太多穿著附會 其中有一個比較出名的語言 就是百千女鬼亂朝江 百千女鬼是個魏 魏忠賢 也是沒有辦法考定到底是劉伯溫寫 還是後人再穿著附會 所以中國語言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他的研究斷層 也沒有辦法找回原先的版本 所以他的語言的地位反而比不上西方 而我們除了劉伯溫和我們剛才所講的推背圖和燒餅哥之外 其實也可以講一下西方 西方的話 就有一個人叫Edward Casey Edward Casey 是一個美國人 他被稱為Sleeping Prophet 這裡有堅抽 即是睡覺的先知 是的 睡覺先知 他供應是一個真的先知 即是Despite你的宗教 不要理你的宗教 如果你知道語言過什麼 而他的準成程度 你真的會覺得他很厲害 另外還有一個女人 就是一個盲的女人 就是那個在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 那個女人就是Baba Vunger Baba Vunger Baba Vunger 她也是兩個人 Edward Casey和Baba Vunger 不約而同都有對美國 2016年作出預示 兩個人指出同一件事 這個就很多人害怕了 這個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會買一個關子 因為最後我們還有一個語言 就是在西藏的語言 蓮花生大事的語言 所以我們就由中式開始講 中式講完之後 就到西方 西方到最後 我們由西藏 wrap up 好嗎 好 我們說到西方 當然是不可以不講一下 法國的落茶丹 但我們中國講完了 中國的語言 因為他太過多 穿鑿附會的東西 太多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考定到底 是否真的他寫 但落茶丹馬斯那個 他其實最 那我補一個 好 我補一個關於趙康印的 好啊 宋太祖趙康印 那時候趙康印和他的國師 趙康印是嗎 不是 不是趙康印 糟了 我突然想起我 國師 又會想起 我會想 OK 你要給我 想想 那時候趙康印和他的國師 如果我看 等一下 我回想 他是誰 我突然說不出他的名字 不要緊 不要緊 繼續講講事件 那個故事是怎樣 他那時候有二百多成就 二百多成就 那就是 國師 那位國師 OK 那就跟這個 邵康哲 對 可以了 邵康哲 和趙康印 邵康哲就是個國師 那麼 邵康哲那時候 就問趙康印 就說 皇上 這一堆酒 你想怎樣暈 那麼 趙康印就說 分兩車 然後 邵康哲就說 你肯定不要一車再走 然後趙康印就說 是的 一車再太危險了 不穩陣了 分兩車 然後 這個時候 邵康哲就說 皇上 你的皇朝 將會分成東西兩部分 即是南北 南北兩部分 不是東西 南北兩部分 即是 哪個 譬如說 南是多少 北是多少 他會這樣分開 那時候 這個 這個 邵康哲 他還有另外的 預言是什麼 這樣 這個人很害怕 那個皇帝已經問我 他有沒有辦法 reverse 沒有辦法reverse 因為你那一刻 決定了 就是這樣 分了南送 北送 另外一件事 就是他在 邵康哲 在自己的後院裡 有一天下午 他就看著樹上有兩隻小鳥 在那裡 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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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我腿大腿骨折 跟袁丁說完之後 第二天 果然有時 即是五點至七點的時候 即是有個妙齡少女 翻牆上youtube 衝過來之後 真的爬上樹 但這個時候你知道 一般人都是這樣 打工仔都是這樣 老闆說明第二天 不要說第二天 即時不記得 那我就真的追上去 跌下來 左腳斷了 As predicted 這個就是今時今日述素 所謂的梅花翼素 的次數 我們亦都相信 即是這個女仔 不是 邵康哲 邵康哲 這個 黃極經世書 即是所謂的鐵板神素 亦都是來自邵康哲 邵康哲 梅花翼素和黃極經世 就是鐵板神素 兩樣東西都是由他 相信 如果你有看一些 比較久以前 譬如元朝 那時候出過兩個故事 很出名 一個叫做 《了凡四分》 聽過了 《了凡四分》 《了凡四分》 他寫的家訓 《四則》 還有另一個叫做 《余正義》 《余造神記》 這兩個故事 都有提及述素 因為第一個 《了凡》的故事 是很過癮的 就是什麼呢 就是 《了凡》這個人 本身想去 他爸爸過了生 他媽媽想去學醫 因為這樣可以找到吃 但是 那個年代 《兵方馬亂》 做醫生很穩陣的 任何人捉了你都不會殺你 你可以救人 他媽媽想去做醫生 但是有一天 他在市集中遇到一個孔聖老人 那孔聖老人就說 喂 你下年會做秀才了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高中的了 你為什麼還不去讀書 然後他就看著他就說 我下年做什麼 我媽媽要去學醫 這個時候 孔聖老人 一五一十 將他家裡的情況 全部都告訴他 嗯 他沒見過的 這個人 第一次見過 將他家裡的情況 例如你爸爸見什麼 你爸爸多少歲 你什麼時候過生 你媽媽見什麼 現在你有沒有弟弟 妹 你的情況是怎樣 全部都告訴他 然後他聽到很恐怖 他立刻抓他回去 就是 四份 抓了孔聖老人 原料煩 抓了孔聖老人回家 對著他媽媽 把所有事情說一次 他媽媽發現 全部是真的 對到是真的 那問他 我兒子將來會怎樣 孔聖老人就說 他下年就會種鄉市 的什麼什麼 電視又種什麼 包括連他考第幾名 哪一個市考第幾名 連他第一次做官 他會做到官 九品芝麻官 很細級的官 連第一次出糧 那時候出米 會出少了 少了多少分 多少錢 都說了 還有說他 是娶了老婆 但是沒有子女 沒有子送中 他初時都有點包咬頸 但是他發覺過了幾年之後 果然每次考試 考什麼被他講中 果然 出糧出少了米 也是真的 果然娶了老婆 生不到 也是真的 所以他每天都在我嘔 你明白嗎 很悶 反正我都是劇本寫光的 我只不過是演出的角色 就是等死 那時候就 八王了賴 很沒心機 即是廢青 是那個年代 即是元朝的廢青 後來有一天 就有個蟬絲經過 就跟他說 喂 你為什麼年輕小子 好地地 官你就做到了 為什麼你不好地去服務人民呢 是吧 你要做到這樣 他就說 我當然是便宜了 大哥 什麼都定了 什麼都定了 我有什麼好做 我什麼都改不了 這個時候 蟬絲就說 不是 我和你寫包單 如果你這樣 你的命就會轉 那他就開始試 當然這個故事出來了 就是他真的試 真的變了 所以他後來就會有子女 他好像有兩個兒子 而且他本來壽命五十幾 就變成七十幾 所以他就寫了一個家訓 有四則 所以就叫做了凡四訓 就給他的子女 和後世傳讀 這個故事 就是裡面的孔誠老人 所用的術數技法 就是來自於 剛才說的 這個肖康哲 就是這樣 所以那個時候 還是有點敬人 但像你所說 中國最壞的是什麼呢 師父傳徒弟 就永遠留一手 嗯 你想想 由這個宋朝 到現在 的一年 如果由 趙康印到現在 嗯 北宋是公元九六零年開始 都成千多年 超過一千年了 你想想 這千多年裡面 師父一代一代 每個人留一手 去到現在 那些東西都錯了 對嗎 所以去到現在 你去看鐵板 你會發覺 可能對父母 生肖的東西 都還是對的 但預知將來 那些東西 就已經 錯到七七八八了 這個是很可惜 因為 照計中國的術數 都發展得很早 很可惜 從歷經那時候開始 是吧 那麼 另外 不要說中國 是 另外還有另一個大港俄羅斯 都出過一個很厲害的預言家 不過他是一個妖爭 妖爭 哈哈 他的預言什麼呢 他的預言 這個羅馬諾夫王全會塌 是 他自己會被人打死 等等 他的確是被人打到 追著來打 他好像是被人開槍打完之後 還要把他的頭打碎 是的 因為人們怕他有邪力 而且他開槍之後 還要爬行很遠 流了一大灘的血路 一條血路 就是血路 被人繼續這樣打 是的 因為人們怕他有邪力 所以一定要把他的頭打碎 不過他其實 這種所謂的預言 其實是有些自我實現 因為他搞到天路人怨 亦因為他的緣故 六八九應該預言自己會被人打碎 他也沒有 預言港獨越來越厲害 我覺得是 你對 就是自我實現 香港最大的預言家 自我實現 自我實現 這個可能是心理學 那裏多於預言 其實他想的 另外可惜蕭公今天沒有 不是說法國落茶丹馬斯 他的祖國 他的《諸世紀》是很隱悔的詩 原裝版本 四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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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一千首 現在的版本不是太完整 因為有些流失 但是最先的版本 現在仍然仍然有在大英博物館 這些圖書館 那裏有的 裡面一些預言 他主要是說法國為主 例如 後世看回 都是那裏沒有辦法知道的 是後世看回 可能是希特拉 法國大革命等等 這些都認為他是有預言過 最近年最受注目的是 1999年7月 恐怖大黃蟲天 如果那個盯著天 1999年7月有沒有事 好像沒有事發生 因為他有很多事 是很隱悔的 他的數目字是否隱悔到 其他的意思呢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只能夠繼續看看 到底有沒有事發生 然後再對應 實在隱悔得太過厲害 但諾查丹馬斯 他有些事是很值得說的 很多事很值得說 但他最值得說的 我覺得 與其那個預言 是他的命運 他的命運 和中國的預言 加上的命運大不同 首先他寫下的東西 第一是可以保存下來 好受官方重視 好受官方重視 包括當時的法國皇后 法國皇后其實是意大利人 是一個Medici family 即是令到文藝復興 一手造成文藝復興的 意大利家族 是在佛羅倫斯的 Medici family 當時的皇后 就聘請他做一個皇室御庸的advisor 他當然有一個title 是法文也不懂得讀 他又問他 我的子女會怎樣 諾查丹麥斯 你試試對著中國皇帝 看看你的下場是甚麼 實實實 撇皮一次 凌遲 他們個個都很好 不過 他們個個都會在你死之前 逐一離開你 即是說白頭人送黑頭人 當然皇后聽到很不開心 但這個的確 亦都是成為事實的 諾查丹麥斯是否一出生 就有這種預言能力 並不是 他是在這個瘟疫 那時是黑死病 黑死病 他本身是個醫生 是 他在黑死病 喪失了老婆子女之後 他很傷心 然後開始鑽研 後來也沒有人知道 也沒有解釋 他自己沒有解釋 他怎樣會得到這個能力 據說他就是看著一盆水 但是有人相信 有人懷疑 他是透過吃不同的藥物 迷幻性的藥物 你明白嗎 黑死病之後 就看著一盆水 看到一些影像 他又把影像記錄下來 用詩的方式記錄下來 對 四句詩 四句解的認識 而一些是說 不是當時的法國 也有說到很後期 包括他 希特拉 他就串錯了一個字 多了一個S 變成Hitsler 也有說 例如J.F. Kennedy 而這個Kennedy 真正的兇手會逍遭 而一個無辜的人 會被送去死 即是送往死刑 另外他有預言到的 很精彩 而不是太多人知道的 就是自己的棺木 何時會被打開 因為兩個值得說 關於他而鮮為人知的 一個就是他的棺木 因為他在生前 他未死就已經是享父性命 所以那時候 你想想他是皇室御用 而大家已經很關注他的語言 你想想在中國 如果有一個這樣的敬仁 第一時間收歸國有 秘密的收歸 秘密地收歸 不是像他這樣 能夠公然地走來走去 而可能有機會 他還可以收到平民貴族的訪問 但是那時候 他死的時候 據聞 盜墓者 經過幾百年之後 盜墓打開的棺木 是呆了 因為在諾茶丹馬斯的屍骨 身上 那副骨上面 就擺了一塊牌 那塊牌 就寫著 exactly 那一天 即是 那年那月那天 他知道自己的棺木會被打開 他會被盜墓 所以打開那個人都呆了 都不知道動不動你 我不知道有什麼下場 這個是一則 即是他的預言能力之強 而另外一則 就是說 他在他生前 他已經享負聖明 大家都知道 他真是一個很有能力的預言家 但是他有個朋友 當時是一個富翁 是有錢人 就不相信他 就打算嘲笑他 當面是落下你 就請他過去吃飯 那時候他家裡 據聞有一隻白豬和一隻黑豬 他就吩咐他的廚師 無論如何 你一定要殺那隻白豬 一定要吃那隻白豬 記住 一定是白豬 吃飯的過程之中 主人就問諾澤丹馬斯 他就說 我家裡有一隻白豬 一隻黑豬 你猜我們今晚吃的是白豬 還是黑豬 諾澤丹馬斯就說 黑豬 我給你機會再猜一次 我給你機會 黑豬 然後主人就說 廚師廚師你出來 你告訴他 是黑豬還是白豬 是黑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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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就說 他要殺白豬 白豬的時候 白豬走掉了 捉不回 剩下黑豬 所以就殺了黑豬 有些力量 不知道為什麼會有 不過他應該 你剛才說的 是否吃了迷藥 很多人 以前叫做吃忽德 或者現在叫做搖頭丸 狂喜 難道他們吃完後 又有預言能力 我覺得未必 應該他們本身 這些人 是有那個能力 我們大家不知道 而他們也有一個很 西方 也有一個很共通的 他們看的是儀仗 那些儀仗 未必可以用百分百實在的文字寫出來 但他們只能夠說出這種儀仗 而那種儀仗 是表達未來會發生的某些事 可能他自己也未必知道 那些是甚麼事 不過他只是把自己的 寫下來 然後後人看回 原來是這樣 包括聖經裡面的儀仗 很多都是講異仗 而不是特別講明 這件事會怎樣發生 這個好像是西方比較共通的一個情況 其實有一個經驗 我也不知道在咪前說好 還是不說好 但這個是真事 我自己身上發生 那應該是說好 但你也知道 那些人聽說 你吹水的 你只是說的 但這件事因為 不是牽涉我個人 那時候有很多在座其他人 共同去訪問這件事發生 我又人證有成 我覺得可以說一下 那時候佔領期間 我不是煮東西給學生 愛心餐 我們有很多義工 後來我們義工有一次 我記得我們是佔領完了 就是聲援 因為那時候周永康、岑武輝 他們幾位要去警署 去預約拘捕 你記得嗎 是的 我們就煮食、飲食 拿去支持他們 以及支持到場的聲援人士 那天就約了義工來到 那時候由於風水關係 我家門口就擺了一隻粉紅色的狗 假的 假的 樹枝做的 不是樹木的樹枝 是Raisons 即是塑膠 你當作是塑膠做的一隻貴婦狗 就坐在門口 對風水的原因 他就擺在門口 那天 我那時候是 義工他們自己進來 做事 然後我就在房間 好像五點、六點才出來 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 我們出來之後 做完了 然後我們去吃飯 那些義工 就有一個女生跟我說 她就說 不好意思啊 我沒有心的 我說不怕 我說沒事啊 她說 你知道我說什麼嗎 我說 你打爛了一隻狗 她說 你怎麼知道的 我說 你便發給我 我沒有發給你 我說不是啊 我說我看了 然後我說她在這裡爛 我還形容了那隻狗 在哪裡爛 我說在這裡爛了一塊 然後她說 不是啊 真的沒有發給我 然後大家就回到群組討論 即是我們義工團的群組討論 然後 你看看我沒有發給她 然後大家義工說 我們沒有收過 她真的沒有發給我 我們沒有空過 但不是啊 我在房間 我真的明明收到一個Whatsapp 很邪 我明明收到一個Whatsapp 看到那隻狗怎樣爛 我形容完之後 然後 他們回家 即是回來的時候 即是看回 又真的這樣爛了 即是那個崩裂的範圍 然後 大家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沒有人發了一個訊息 我又會收到一個訊息 而我說出來那個爛的情況 就是這樣呢 但那個是同一天發生的事 但是 似乎 我是在他爛之前知道這件事 是的 很多人害怕 即是大家都解釋不到 你似乎有少少預知能力 這個呢 其實是有得解的 是有得解的 包括如果聽決戰中環有一段日子的朋友 我們講過這個去印度的樹葉那件事 是的 你講過 我們今天可能會做長過一個小時 因為我們太多話要講 太多話要講 不要緊 我們會做長一點 因為我們一般兩個人的節目 現在我們是做一個小時的 但是我們今天的話題就太豐富了 我們可以做長一點 好 就這個印度的時候 你記得我說我去 我就這樣打個手指毛給他 我沒有講名字 我沒有講我出生地點 什麼都沒有講的情況之下 他單憑他的子毛 他是找到記錄 找到 是你了的時候 裡面 是連我爸爸媽媽的名字 我的名字 我出生年月日時間 我做什麼 發生過什麼事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是具世無謂的說出來的 然後人們就說 他是算出來的 不是算的 因為這個 原本是四千多年前已經寫下了 是一個在住業上的紀錄 是你的人生的劇本 他預先四千年前有一個先知 將他寫下了 你想想印度這個先知 他就是講不同人 他的人生劇本 都寫在這裡 他不只是講今時今日的我 他在講我之前的幾千年 有 我以後的人都有 你想想還有另外 例如諾茶丹馬斯 劉伯溫 邵康哲 我們還有講的 Edward Casey 稍後會講的 還有這個 Baba Vanga 還有蓮花生大使 他們有一件事 我們認為是 in common 是今時今日 叫做量子力學 quantum physics 解釋到的 就是叫做 zero point grid 什麼叫做zero point grid 這個是用 剛才所講的 量子力學的角度去解釋 就是說所有地球上面的能量 它是有一個儲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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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儲存的是什麼呢 地球上面的所有東西 包括事件 包括思緒 包括語言 所以是任何已發生 發生中 和將發生的事 所有東西 都在這個zero point grid裡面 因為它是這個世界的大能量層 是這個世界所有事件的伺服 大伺服 所以等於我們現在上google 我們什麼都搜尋到的 即是哪一個議員 他怎樣出席率 他投票紀錄 到底是人是鬼 你全部看得翻 那如果你入到這個zero point grid 那你就會看到 只不過是現在的科技 還未幫我們看得到 它似乎不是科技那麼簡單 似乎是跟這個人大腦有關 即是你怎樣可以 令到你大腦那個位置開發 以一個開發這個key 就是直通到這個zero point grid 所以你發覺我們說這些人 我們說他是預言家 他有一個特殊的能力 他們一是 就是有這個神通 中國或者佛教講法就叫神通 就是他透過冥想 透過打坐 而開啟他這一格的能力 有些人就不知道 被車撞完之後開了 不知道為甚麼 譬如你說Edward Casey 是一個傢伙 他有沒有一些特別的修煉方法 他沒有跟別人說 或者我不知道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剛剛那個Baba Vanga那個 寶加利亞那個 寶加利亞那個 還是Hungarian 寶加利亞 寶加利亞 我記得是寶加利亞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能力呢 我們就相信有些人 可能在天生這個位置 是特別發達的 聽眾提醒我 因為我有一個圖 但我要找出來 裏面我們的腦 腦下垂體 有一個不知叫甚麼優的東西 那個位 Penitri Glenda 如果沒有記錯的名字 他的樣子 就好像古埃及 The Eye of Horus 埃及有一隻眼 就是我們腦下垂體 裏面有一個位置就是這樣 好像有杏仁的大小 就是在裏面 以前古埃及的祭司 是有特別的方法 是可以開啟這個位置的 包括捏住鼻子 接著唸咚 就是逼那裏產生共鳴 逼他開 據聞你就用這些方法 古埃及的訓練 今時今日有沒有人還這樣訓練 不知道 但有機會我們可以相信 是這個Edward Casey 可能有的 為什麼呢 他對古埃及文明 包括亞特蘭提斯 是特別感興趣 他甚至預言過 亦都後來是印證發生了 在他講完幾十年之後 就是他有講過死海卷 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 是會被 找到出來 OK 會有一件事 還有他也有講 這個阿特蘭提斯 他說 會在1968年和1969年 在北美洲的東岸對開 會重新出現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個叫大西洋 Atlantic Ocean 有個Bimini Road 大家可以上Google找的 B-I-M-I-N-I Bimini Road 我和探長三年前 在某個邪惡老人的網台 都有做過一集 關於這個阿特蘭提斯的重現 裡面是有 你會發覺 這一條路 包括裡面有很多的 就是 好像祭壇 金字塔在水底 這個大家就相信 就是真的 Edward Casey所說的 resurfing of Atlantis 是很恐怖的 這些西方 他們的語言 和古埃及的語言 但古埃及的語言 他自己在現在 好像又不太流行 可以流傳下來 其實他很可笑 他說的時候 因為如果你一搜尋 這個Bimini Road 你看到 你會相信 很大部分 可能有一些 還在海底 海床之下 但你會看到 他真的有塔 有金字塔 有路 有類似的 他有預言到 他說 阿特蘭提斯的秘密 就是私生人面像的左手 的手掌下面 是一個密室 然後他有預言說 你們會想去開啟 但是埃及政府會不給 亦都真的這樣發生了 阿特蘭提斯的秘密就在那裡 你怎樣可以 access 可能有一天會 access到 因為Edward Casey也有說過 他說 將來大家可以開啟 阿特蘭提斯的秘密 即是怎樣透過晶石 Crystal 晶石 即是石英 能夠成為所有能量的儲存體 以及所有能量的共通道體 因為那時候說 阿特蘭提斯是透過水晶去power 他不是透過電力、風力、石油 為什麼阿特蘭提斯跟古埃及有關呢 因為阿特蘭提斯的秘密 其實是經過這個 我忘記說是柏拉圖 還是哪一位是帶到那時候的古埃及 柏拉圖 柏拉圖有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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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萬年前 古埃及的一萬年前 那個時候 有一個文明 叫做阿特蘭提斯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裡面 它是一個環狀的 那時候他們的神 是誰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Poseidon 即是海神 就是宙斯的弟弟 然後它裡面 形容得很仔細 因為阿特蘭提斯的秘密 一直傳傳傳 一直傳到古埃及 而古埃及後來的秘密 現在就是在 死人絲身人面像的 左手手板下 如果這樣說是真的 很可能是 埃及古文明 繼承了阿特蘭提斯過去 而埃及的古文明 很可憐 它不單是很發達 它是承傳時間相當長 我們看到埃及 三千年 是呀 埃及的非洲東北 埃及的力量一直都很強 而且不會像 敘利亞伊拉克的那一部分 那麼亂 長期有一個很穩定的統治 看來阿特蘭提斯 如果真的 他的文明去到埃及 就不單是一個純科技 可能是整個制度 整個人 整個人民 即是human 由人民的文明 令到他很長時期的穩定 所以這個很奇怪 不過剛剛講到阿特蘭提斯 我想在古蘭經 即伊斯蘭的經典 他裡面有一句說話 令我一直留意到 他說 安拉是毀滅過很多世代 安拉 即真主 是毀滅過很多 他裡面叫安拉 古蘭經的中文官方的文化 叫安拉 即真主 毀滅過很多世代 我想回馬雅 阿特蘭提斯 甚至可能更早之前 可能真的有其他更古老的文明存在 不過 現在我們找不到 可能他有其他古文明 繼承了 而我們不知道也不一定 因為Edward Casey 他有說 很多阿特蘭提斯的先知 他們的精英分子 是用不同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方式 那時候沒有強力報媒 是嗎 是 去了古埃及 他就說 怎樣能夠去到古埃及 兩個人隔了一萬年 因為Edward Casey 他是相信轉世的 他相信有輪迴這件事 他也有說 很多古阿特蘭提斯的靈魂 是在美國投生的 他在他的世界循迴的時候 我記得 Edward Casey 是19二多年的時候 他很活動的 到19三幾四幾年 都還有做 他就說這些人 他看到他會說 你的過去生日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就說 很多現在的人 為什麼對阿特蘭提斯 這麼熱衷呢 因為他們過去 其實就是在阿特蘭提斯 生活過 這個是轉世 轉世 那是不是跟 和藏傳佛教的轉世 都有些共通 是的 藏傳佛教很強調 活佛轉世 西藏佛教很強調 活佛轉世 但他們的轉世 跟這一個有點像 像什麼呢 他就是為了帶這個知識回來 是的 他有個任務要回來 因為你剛才說轉世 不是普通人轉世 他們的哈特蘭提斯 是先知 普通人不是轉世 普通人是投胎 是輪迴 你剛才說的 是他那邊的先知 因為他要保存 而Edward Casey 為什麼阿特蘭提斯 會失去呢 他就說 因為洪水 聖經裡面提到 這個大洪荒 其實很多 就算中國古代 有夏宇治水 聖經 那裡都有記載 這個大洪水 很多民族都有這個 不同的文明都有指向 其實是有一場大水 還有 考古學家 歷史學家 發現 我忘記了一年份 但是 的而是在過去的一個時間 曾經發生過一個 等於 天火焚成 就是蓬佩斯 蓬佩斯 公元79年那個火山爆發 是的 比起那個 還要再強千萬倍 等於幾多顆原子彈爆炸 這麼大的一場浩劫 可能是地殼大變動 是的 而那一場會引起火山爆發 還有洪水的大幅度的染沒 這個有指向過 包括以前希臘羅馬的紀錄 都有這件事 最近一次紀錄 我忘記了一百多年 當時西方國家都已經殖民得很厲害 我忘記了一百多年 印尼一次大火山爆發 火山灰竟然有火山灰 飄到歐洲 很誇張 很誇張 最近一次東南亞的大規模火山爆發 就是菲律賓 皮立陶博火山 把美軍的基地蓋了 都已經很誇張 因為你說Edward Casey 是不是只是說一些 你無法印證的東西呢 恐怖在乎 他說的東西 是很多人能夠印證的 例如他在二十世紀 我們叫二十世紀 他在發現之前三十年 他已經說會有第九顆星 Pluto的出現 他也有說到 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戰 會怎樣發生 美國和俄羅斯 會結盟 你說這件事是不是拋頭 那時候他們兩個世仇 大概爭到死 然後他也有說 以色列 在1932年 他已經說 猶太人 是會復國的 那時候你記住 1948年 才有以色列的復國 但1932年 他已經預測了 什麼時候會發生 他已經說是1948 這是很神奇 因為如果看回聖經 他講以色列復國 也有一些地方 很多牧師 或者教會的人 都不斷重複這件事 但之前還說明是1948 這件事真的神奇 這件事很便宜 這件事很便宜 他有說 譬如 會發現這個死海古卷 他直接說到 位置 哪裡會找到 以及這件事 是關於巴勒斯坦 這件事是給予人 有些人說 他們在一起 他有說 他有說 這個死海古卷的內容 會是什麼 是很恐怖的 等於現場 看到一樣 會是否真的 有一個 天眼通 看到某些事情 看到某些時空的事情 他進入了那個 ZERO POINT GRID 然後他有說 印度會在英國手上脫離 這個是不是瘋了 也是很早 很早幾十年 預言這件事 然後他有說 羅斯福和Kennedy 是會被殺害的 金賴迪才被殺害 另外一個就是 在辦公室 即是在位期間會死 羅斯福是在位期間會死的 他是第四屆總統 他是唯一一個四屆美國總統 他在第四屆總統的時候 在二次大戰結束前 沒有多久死了 對不起 我說得很失禁 為什麼呢 我要看英文 然後要在現場 立即想辦法把它翻譯 麻煩 很清楚 聽眾已經聽到想死了 在1939年 Edward Casey 他就說 兩名總統 就說這個羅斯福特 他就說 直接讀出來 我讀完之後再翻譯 You are to have turmoil 即是你會受到磨難 You have to strive between capital and labor labor 即是你會在資產階級 即是資本家 以及勞工階層那邊 兩邊要掙扎 OK 然後他就 大蕭條 即是他應該說 他說 You are to have a division in your own land 即是你自己國土裡面 都會有分裂 OK Before you have the second of the presidents Presidents that Nix will not live through his office A mob rule 接著你便發覺 這個羅斯福是1945年4月死亡的 是的 他亦有說 甘乃迪 甘乃迪 甘乃迪那裡不短 不誤讀出來 他剛才是否說 無辜的人被殺了 甘乃迪那個 就說 殺他那個 叫做奧斯華 就說有賣槍 但當奧斯華被押嫁的時候 當場又被另一個人打死 到底現在哪一個殺金賴迪呢 仍然是沒有人知道的 不過很多人都相信 就不是當時官方所說的奧斯華 不是那個年輕人 可能真的是無辜的 沒有人相信那個奧斯華 真的很慘 無辜的 被人打倒了 對 1934年1月 Casey就說 希特拉會升降 以及會降落 英國 1935年8月 Casey就批評 希特拉會 remain in power 死了 到底什麼時候呢 Exact word come as an overthrow or an outside war 你想想他後來是怎樣 了結自己的生命 因為俄羅斯 那時候的蘇聯 大軍壓警 這傢伙很討厭 自己批評 也算好 他沒有走去外國 把自己老婆送去外國 然後又 不止現在 那個不是真老婆 說什麼 他後來也真的有結婚 有結婚 但管家走出來說 他很生氣 沒有搞過事情 做樣子 當然你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二次世界大戰 那些 全部都批評 而且他是早很多年 他不是運程書 年尾講年年頭的事情 Edward Casey 大家有興趣 就可以再看看 關於他 但是 我們現在要說 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就是那個盲的女人 盲加利亞那個老 年紀也挺大的 他死了沒有 死了 死了 他被稱為巴爾幹半島的 洛查丹馬斯 你聽過他的什麼 他好像預言說 中國會真的崛起 我不知道 因為這是中文的 翻譯來翻譯去 我不知道會不會中間有什麼問題 我馬上灰了 但是我真的有看過這一句 但我不敢肯定是真還是假 有人看過都是很短的報道 詳細的我就沒有看過 拿著讀的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在二十多年前死亡 即是九十年代 我要看哪一年 但他是在超過二十年前死亡 他是預測了哪幾件事 就是 ISIS的興起 崛起 然後 雙子塔會跌 會倒 即是911 2004年的Tsunami 大海嘯 Global warming 他講這個 雙子塔 他是講Horror horror The American brethren will fall after being attacked by the steel birds Steel birds 鐵鳥 鐵鳥 聽清楚 Birds 是Plural 雙數 這下才高 OK 他是說兩隻 Steel 即是鋼 鋼 鋼的鳥 攻擊 接著就會 跌了 這樣 你說他講了些什麼 他是 未來才恐怖 因為未來會發生很多 我們聽到都想死的事情 有十三件事 十三件事 是說2016 以及之後 這個美國總統 Barrick Obama 就是美國最後一任總統 他也有預言到 美國第44任總統 是一位黑人總統 有說過 你有聽過嗎 聽過 是的 但是現在 我在想特朗普還是 會有什麼下場 算一下 我們不用選 你明白嗎 不如請他翻山 問米 問他上來 問特首選舉 怎樣 我比較關心下年3月 他可能是關心大 香港太小 未必是他關心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是黑人 黑人 中了 美國總統 他也會是最後一個美國總統 他說他離任卸任的時候 國家會在經濟困局中 經濟困局中 我中文也不好 經濟困局 而且當時會有一個 南北的州郡 北邊的州郡和南邊的州郡 會有很大的分歧 差不多是去到內戰 好像南北戰爭 是的 沒錯 好像南北戰爭那時候 南北戰爭的情況 第二點更恐怖 他說2016年 歐洲已經會消失 然後他說 剩下的只是 廢墟和空蕩蕩的一片土地 2016年消失 那這樣會突然來一次 很大規模的災難 他說 你可以說 找不到生命跡象 他形容到是廢墟 沒有生命跡象 一大片空蕩蕩的 一望無際 沒有東西的土地 他說 他相信 他認為 會發生什麼事 會有極端主義者 極端的組織 極端的宗教分子 如是extremist 會用化學武器 在歐洲進行大規模的襲擊 如果不是 沒有可能整個歐洲會變成廢墟 要不就是核武 要不就是生化 尤其是生物武器 可能是突然間 故意散播瘟疫 因為歐洲人 對瘟疫的抵抗力 歷史上大家都知道 不是這樣 但他叫了那麼多 是否應該有抗體 我也不知道 最近 因為西班牙流感 都死了幾千萬人 不過這個 2016 只剩下三個兩月 四個兩月 現在是否去歐洲好呢 如果你不去 如果他講得對的話 就不用去 以後就沒有了 但我也想看看 歐洲上很多地方 如果現在被我撞證 他就死了 因為他說的這個情況 我想起刺耳陸貝爾 他那裡的方圓下 很多公里之內 都是一個人都沒有 他就形容是這樣 沒有人 他說沒有生命跡象 完全沒有生命跡象 那就是 雞犬什麼都不留 我照讀英文 因為我不好意思 我想講中文 但我講得好 反而變得不好 我講完英文 再譯成中文 譯成重點中文 他說 the continent will cease to exist by 2016 即是停止存在 說清楚是2016 不再存在 歐洲大陸不復存在 and that would remain will be empty spaces and wasteland 哇 就像諾貝爾一樣 是嗎 nearly devoid of any form of life 接近沒有生命 是啊 是啊 she is reported to have said that chemical weapons would be used by extremists against Europe 那有可能真是生物武器 生化武器 到有癌的時候 他們的生命周期已經結束了 所以很多動物 在那裡生活得很開心 所以他們的情況 比赤爾諾貝更差 如果他們說話是真的 繼續聽繼續面青 OK 爸爸也有說 就是說 回教徒 穆斯林會入侵歐洲 There will be widespread destruction by extremists which will go on for many years until the continent ceases to exist 他也有說 There will be a great Muslim war in Syria 敘利亞會有大規模大型的穆斯林戰爭 那對 你現在看看敘利亞發生什麼事 歐洲的穆斯林情況也比較嚴峻 但他很準確有說敘利亞 那也繼續說 穆斯林會入侵歐洲 接著會有大規模的破壞 一直持續經連直到歐洲不復存在 混蛋了 是世界文明遙攬 算是最高文明水平的地方 如果這個最高文明水平的地方真的沒有了 那取代他們什麼文明 什麼文化呢 恐怖 China will become the new superpower 我真的聽過這句 是什麼時候呢 是2018年 他說中國的崛起 是會將美國和他的經濟影響力 帶到一個終結 According to her the exploiters 即發展國家 會成為被剝奪的國家 即是一線世界強國 會變成第三世界國家 剝奪者成為被剝奪者 然後你看回頭 2011年 這個世界貨幣基金 國際貨幣基金 國際貨幣基金 已經預測了中國 會取代美國 成為the new superpower 在2016年 但是Baba的預言是2018 現在2016年 中國都未能取代美國 所有的預言 我都不希望它發生 如果這個預言會發生 死得 我勸那些 尤其香港 我不要說強國 你那些老婆子女 向美國那些 快速移回來北京 快快 親中了兩年時間 快點沐霾 沐霾對身體好好 不要想去美國做漢奸 很過癮 不要移民歐美 不要再讓我們聽到 你們要回美國 回英國去北京 快快出去 是的 擁抱你們的母國 我們林鄭 六八九 一直在英國 小心,因為今年就快沒有歐洲 關心家人的,快點送他們去一帶一路的中東國家讀書 也就是帶你們的徐松幫他們拿行李 是的,因為我們不夠人手,世界各地的機場都沒有人手 我說的 接著講完一堆不好的消息 說少少好又再說不好,當作回一回氣,會死人 他說世界的饑荒,即飢荒,這個飢餓問題是會得到完美的解決 去到什麼時候呢?2025至2028,就會完全解決到 因為科學家會有方法,令到所有的人都能夠得到溫飽 這件事我覺得很合理,為什麼呢? 我們其中一個主持探長很不喜歡的Bill Gates 我個人對他沒有什麼意見 他做了幾件事,我覺得還不錯 甚至,一個就是培植肉類 是用動物的抗菌細胞,在LAP裏培植 包括李嘉誠也有投資做一件事,人造彈 他親自煮 現在當然有人說這個人造彈是谷銷售,銷售價 不要理會那部分,但你看到這些有錢人 跟鄰近經濟強國的僱主移民是不同的 他們是真的有將他們的資產,他們的影響力 發揮在可以改善到整體人類的生存水平上面 剛才你想一下,如果我們說 Bill Gates 的動物抗細胞培植肉類 能夠得以廣泛應用呢? 廣泛的原因是因為我們需要它降低成本 他現在已經做到的了,技術上做到的 但可能要幾千元一磅肉類 幾千元一磅牛肉 那你比真是宰殺一隻牛更貴 但你大量生產到的時候,成本就會低 我最近聽過親新聞,在上星期 人造雞肉已經很可憐 跟真的雞肉完全沒有分別 所以這個趨勢也能看到 而且我們看回人類現在生產的糧食 其實生產量是大規模增加的 因為糧食品種、科技的改善 其實絕對足夠遠活全世界人口 只不過是因為經濟或者戰亂的原因 令某些地方的人得不到糧食 所以如果它生產到這些人造糧食 而其他的戰亂或者交通等等 經濟等等問題能夠相應改善的話 它這個預言是有機會在我們未可見的將來實現 2025至2028其實是很快的 很快的,十多年左右 現在是2016、2025也不夠十年 十一、二年左右 十二年左右 已經很快就可以完成到這件事 你想想,只要能夠大規模生產 降低成本 到時就不需要載殺真的動物 你不需要載殺真的動物 你這個臭氧層也會更好地維持到 因為你知道你養牛 牛排出大量的氧化碳 是破壞環境 還有它的草 它是要斬森林去開牧場 令到水土流失等 都是一個影響環境 而另外最嚴重的是 因為這個世界所產生的穀物 是可以填滿所有人 填飽所有人 但是因為這些穀物 要去飼養這些給人類食用的動物 譬如說生產了很多粟米 很多米 而我們不讓人吃 為什麼不讓人吃 因為要給牛吃 為什麼給牛吃也不給人吃 因為有錢人要吃牛 所以其實現在在吃肉類 我們是間接使得 這個世界有饑荒的 但是又這樣說 如果你真的完全不吃肉類的話 這些穀物 它是會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 才能去到窮人手上 因為你要令到整個變化 整個經濟出現一個大的逆轉 就是去到法國 為什麼那些肉沒有人買了 它沒有人買 它為了要止蝕的時候 它盡量去剪掉 這樣去移動 這個連鎖的骨牌 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所以可能 你等Bill Gates的這個鋼仔包培植 到時候 你吃肉都沒有內疚感 因為它沒有牽涉到殺生 它是在一個器皿裡生出來 不停生不停吐 這是一個好消息 第二個好消息 就是人類會去到Venus Venus即是金星 在那裡找到新的能源 找到能源 甚至會在那裡植物 不是火星 是金星 這是奇怪的 再來不好的消息 就是2043年 就會是伊斯蘭教 完成歐洲殖民 2043年 不奇怪 我們可能還在這裏 可能還未死 但是2018歐洲不存在 歐洲不存在 變成像洛貝爾 2043年 但是他們逐步搬入 他們遷入 原先那一堆沒有 他們就遷入 他們全都被搗亂 你當作核武 我們幻想 他們全都被搗亂 全部有核武 有輻射 他們自己不先進去 他們怎麼會這麼傻 你們這些傢伙死 就慢慢死 死完之後 隔多二十年 三十年 叫做清晒了 他們才進去 他們到2043年 就會完成大舉的遷復 然後會定刀在羅馬 羅馬會成為新的伊斯蘭教的世界中心 以前是發生過 接下來會發生 以前歷史上發生過 就是1453年 當時東正教的中心 軍事坦丁堡 即現在的土耳其伊斯坦堡 被伊斯蘭入侵 土耳其人攻佔了 將裡面的教堂變成清真寺 現在我們經常去旅遊的藍色清真寺 本身就是東正教堂 變成伊斯蘭的梅膠寺 有機會歷史重現 2043年 不是很遠 2047的大限還未到 我們會看到的 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南北極的冰母 冰母會消失 全部消失 一個又要說回Edward Cayce 因為Edward Cayce 也有說 地球上大部分的沿海國家 會消失 沿海城市會消失 浸到不見了 整個紐約會消失 河南不用說 威尼斯不用說 紐約會消失 然後美國的東西岸 包括洛杉磯 三盤市 紐約都消失 剩下什麼 埃德爾 那些州 會還存在 他也有說到 這個global warming Edward Cayce 也有說 你看看 Edward Cayce 才是恐怖的 1922年的人 那時候還是完全沒有 global warming的跡象 沒有概念 沒有概念 已經在說 甚至有說過 這個南北的 magnetic field 南北的磁力 磁什麼呢 Magnetic field 磁場 磁場 是的 地球磁場 會對調 南變北 北變南 現在已經發生 並不是危險總定 已經發生 好了 說完 又說一個好 一個好的就是 2046年開始 已經會有身體器官的賭模 cloning cloning cloning就是繁殖 黑龍 就是複製 有機會 3D打印現在的技術越來越厲害 分分鐘真的可以變成 死物變成有機 是啊 還有你幹細胞3D打印 想不想到 好像很容易 但是2046年 到時 你的腎不好 不用等人捐贈 自己3D打印一個 自己換一個 眼睛退化 又老了 又換眼睛 搞定 換一個晶片 這樣就可以了 沒得再活摘器官 沒得再掛出來 很慘 要想過第二 他又失業了 很慘 我們要幫他想想 有什麼要做 還有女生 到時不用做什麼美容手術 鼻子不會壓下去 韓國女生 沒錯 很簡單 你的鼻子不夠高 你就整個一個 3D打印了 胸部不夠大 又3D打印 大到幾大都可以 你能走到就行了 這樣 這個叫做好消息 但是還有 不好消息 還有四個消息 我們說完 就是差不多 說完還有 不如留下集再說 蓮花生大事 好 說完這個 我們語言可以多說一集 可以 等下次官回來 我們有多些話要說 好嗎 可能又可以說一下 馬雅和不同文明的語言 等下次官回來 我們三個一起做 好 好 好了 那就是2066年 這個真的要長命才看到 那就是美國會攻擊 那時候已經是伊斯蘭教佔據的歐洲 用什麼武器呢 是用改變氣候的武器 climate change weapon 即是可能他們到時候會有一個新的武器 會丟進去 立即冰天雪地 凍死所有人 凍死所有的生物 然後會將羅馬重新奪回 而將它變回耶教 哦 即是在回教徒手中搶回羅馬和整個歐洲 這件事都歷史上發生過 也有發生過 沒有聽過 耶路撒冷在猶太人和羅馬人離開之後 其實一直都是阿拉伯人 即是伊斯蘭勢力控制著 他是伊斯蘭第三大勝城 直到1967年 被以色列人重斷 變回西方世界的一個城市 又有機會歷史重現 規模大一點 由美國老親自出手 而且奪回整個歐洲 不只是羅馬 歐洲南部去到西班牙 都曾經被伊斯蘭教徒統治過 後來歐洲人又重分奪回 變成基督宗教的地方 看來伊斯蘭和基督宗教的爭奪 還會繼續 聽他這麼說 我這麼多語言裡面 最不妥的是 2018年中國會取代美國 還有三個說完 這個我很不開心 我還不開心 對不起 我的情緒還困住了 2076年 這個共產主義 會在整個世界 包括歐洲廣為散播和實行 共產主義 我不知道真是理想中的共產主義 還是我們看到鄰近經濟強國 所謂的共產主義 總之沒有什麼描述 我再研究一下 我們看不到 這個 2076年 看不到 除非我們一百多歲 不要了 看看世界怎樣 如果整個歐洲已經變成伊斯蘭 剛才說的全部成真 中國又取代了美國 如是等等 生有何樂呢 你明白嗎 然後到2130年 就是我們會在水底生活 這個好笑 他就說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會成功做到這件事呢 是有得到外星人的幫助的 似乎外星人的幫助 一直都有這個傳說 埃及有外星人的幫助 馬雅 拉丁美洲的金字塔 有很多是外星人的幫助 還要說得很清楚 是這個貌獸星團 The Pleiadians 有一個星 有一個星叫做貌獸 即是好像 怎麼說 好像十二地支 即是十二生肖 兔子的貌字 上面有一個日字 貌獸星團 Pleidians 大家相信這個Pleidians 一直這麼多萬年來 一直守護著地球 一直有派一些高端的高知識 的生物來地球 幫助地球 建立我們的文明 中間就不斷地 人類的愚蠢 其他的破壞 所以他們一直要回來救我們 但是去到3797年 地球就不復存在 地球終於面臨它的死亡了 但是人類就已經進化到 是要移居一個新的星系 繼續生存 就是這樣 3797年 3797年 沒錯 我們下一集等次官回來 我們再豐富說多些 好嗎 我們可以將我們今天 今集所說的東西 更深入和更廣闊地去說 好 下一集見 下一集見 下一集見到切官了 拜拜 再見 再見